台南市政府这个推动优先浩红 市长委员从年以来 不断推动各行浩红环境改善工程 今天最后市长也请出 全国马导国中市彩宝都完工的进行 全国50亿我们占了6亿 占了5分之1强 这个对台南市当然是很保的 然后我们也没让教育部落开 我们完工的数量全国最多 而且年底前都会全部完工 那另外有移租之汉的 没有弄到的我们是4款 市区算也把它补起来 当然最重要的是86个 我们市区算也做了3个 但是执行很重要 你预算争取来 执行没有执行好也不行 那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拜托 我们教育局 我们刚刚检科长 我们一定要如起如直 航空的报道 除了学校的学习修用之外 到在附近的民众 也是想到学校来散步和这些运动 市区这支建筑交由报的报道 专期有86号办理精减作业 我俗心跟民众有一个数学的运动环境 我想台南市有281所学校 其中小型的学校大概就有占了47% 所以在整个跑道的使用上面 因为我们是全面对社区开放 全面对社区开放 所以其实使用的频率真的相当高 不只学生另外还有我们的社区 那我们呢非常难得在去年的时候 在市长还有立委大家全力 争取之下我们 获得了86座的超厂的诊件 那总金会达到6.14亿 我想这样的一个建设经 我们全力以赴 希望能够在年底之前全面能够完成 这些学校的工程60万港了 可以提供核心运动的充滞 跟民众休閒的充滞 未来的教育教育 也将会在进出真正的经济 南天是无聊的山马到彩虹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